大嫂给您送回 我这不是过来帮她搬东西吗 大哥 大嫂在二哥那呢 要不然您先进来喝杯咖啡 我刚冲的 不用了 对了呀 大嫂 东西都放哪了 这屋 都签好了 给你一份 那我给你拿东西去 大哥 不是那个 这上面你没签字 不是你把字给签一下 我签什么呀 不是 你们住着大房子 给我们换到小房子去 不是我还得签 还得永不反悔 没毛病吧你们 大哥 大嫂都提出来 让我们家保办案脚印了 这多大的事啊 您是老大 您能不签字吗 不是 你们把我们轰出去了 还得让我签字 你没那么欺负人的吧 大哥 咱们这是协议 这个协议啊 是所有的当事人 都得签字表示认可 那要是我们一方签字 那叫什么呀 图箱书 不是 你把我封出去了 你还让我签字 你没那么欺负人的吧 老大 让会儿什么呀 来来来 签 签 签 小院 老大 一块儿吃个饭 吃完饭就走啊 还吃散伙饭呢 谁说散伙饭呢 啊 在什么火啊 我错了 我错了 这不叫散伙 叫团圆 对 你们一家团团圆圆的吧 班将 我走了 你要是烦了闷了 你就找我 给我打电话 别弄跟生理死觉似的 这不有车吗 见面也方便 小 小 妈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想什么时候过来 就什么时候过来 想吃什么跟妈说 给你做 你这一走 妈肯定想你了 别不过来看妈 妈有什么说的不周 做的不对的地方 别往心里去 别记恨妈妈 放心吧 我可以 你看 这是冰冰的玩具 一直在我屋房子的 你看 就不 爷爷花半个月的工资 给买的麻烦 我都给你们收起来了 拿去吧 给 妈 你真行 我还以为这么半天没出来 您是猫在屋里偷偷的难过 您舍不得我呢 闹了半天 您猫在屋里 去收拾冰冰这些破玩具去了 啊 妈 行了 这些玩具我们用不上 冰冰长大了 您自己留着念想 您自己玩吧 哎呀 老大媳妇啊 我就怕你们多想 就怕你们多想 你看看 您还是多想了 小 实在不愿意走 没关系 走 咱回去 咱们一大家的住在一起 热热闹闹的挺好的 走 咱们回去吧 上楼 妈 您现在说这些话 您不觉得晚吗 啊 妈 刚才我在屋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您怎么不拦着我呀 您怎么不说舍不得 让我走的话呀 行了妈 您别在这儿演戏了 啊 您心里怎么想的 我一清二楚 到现在为止 我一清二楚 我明白了 您不用这么轰我 这么轰我干嘛 您直接把我轰走 我就走 老大媳妇 再说话可凭良心啊 我什么时候轰你了 啊 我是不让你们住吗 我不一直跟你说 我说兄弟有困难 咱们大家互相帮衬一下 是吧 这互相将就一下 是你自己不干的呀 你非让大伙签字 还要按手印啊 你非让你兄弟 把他爸留给他那个房子 你留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我们签了字了 也按了手印了 怎么了 那你怎么还不高兴 你还让我们怎么了呀 哎呀妈 我今儿可真开眼了 有您这么说话的吗 我逼你们签的字 我逼你们画的鸭 啊 是我愿意搬到那老房子去住的吗 你问问你自己亲儿子和儿媳妇 哪一个愿意搬到老房子去住 是他们嫌弃那 让我搬到那 您是把我轰到老房子去住的 对吧 反过来 现在是我逼你们签字坏压了 我那是有个保障 因为你们家人办事太不准上 从来就不公平 妈 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 我一清二楚 您不用在这说别的了 啊 您要是不明白自己心里想的 我现在说给您听听 好啊 说吧 我倒想听听你说出什么个子丑一毛来 您让我说的 说 赶紧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都知道 你赶紧说 我听听我怎么想的 你就是想把三儿子和三儿媳妇留在身边 因为他们给你生了大孙子 你整天抱着孙子你心里高兴 对面还住一个有钱的儿子 这就是你的想法 把老大两口子往处一赶 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 我没 我什么时候赶你了 啊 手心手辈都是肉啊 撒儿子都是我亲生的 啊 我得一碗水端平了吧 我 你什么时候一碗水端平过 你说说 妈你说说你什么时候一碗水端平过 妈我们赶走 您就算一碗水端平了吗 是 是 有的时候啊 我这碗水啊 不容易端平 可能不是我的本意 我不是故意的 我这撒儿媳妇 我带她们都像自己亲闺女一样 是不是 没有亲没有叔啊 要说亲你是最亲的 因为什么 你来我们家年头最多 咱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你就说老三那个媳妇吧 初来乍到 刚生了宝宝 父母又不在身边 你说我疼疼她不行啊 啊 你瞧瞧你 一个不乐意 十个不乐意的 啊 你还让我怎么着 我还想让你怎么着呀 妈 您说这话 您觉得您不亏的话吗 您留老三儿媳妇 我不反对啊 啊 您怎么对我的这么多年 我桌上桌下伺候您 您什么时候需要我 您知不知道 你们老了 你们病了啊 做饭 收拾屋子 忙活里头 忙活外头啊 伺候老子 伺候小子 全家人过年过节干活的时候 您想到我吗 在我心里 您就是干活的时候 您需要我 现在老三两狗都回来 您不需要我了 因为老三两狗都 他比我会来事 他们会说 我不会说 我说出来 都是你们生气的话 知道吗 您就对我不公平 我大儿媳妇 我跟你这么多年 我心里也特别堵得慌 他行 他比我强 人家会亲咖啡 还是亲咖 对 没错 亲咖 好喝极了 我就看他顺眼 怎么了 你看他顺眼 你不跟他过呀 你看我公平眼 我早啊不行 我就说 白糖 你以为我少个儿媳妇 能怎么的 您可不是少一个儿媳妇 您现在就剩一个儿媳妇了 我告诉您 没有您这么当妈的 您也当过儿媳妇 我告诉你 还能来一个呢 像个小药精似的 你我还会说 会来事 您就等个降伏 您等着吧 您等着 您等着 您还要等着 您找什么呢 您瞅我 我把房子给你了 你还在那边 我给你了 你还别乱了 你别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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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知道 你别乱了 我干了 他们老个小的都欺负我 我压了她 你就是真的冤枉了老太太了 她不讲理 她一直把冰冰的东西留着呢 她不看你搬走了吗 她本来想给你拍个马屁 本来想到她在马蹄子上了 不行啦 你就骗我用三十 你还怎么当老人呢 太欺负人了 东西就先搁这儿吧 你别收拾了 吃饭去吧 为什么呢 你们俩去吃吧 我们俩凑合一口就完了 咱就这点了 也得吃饭了 老二 不是不领情 不去了 实在没心情是 有没心情 这饭不是还得吃吗 老二 你们俩吃去吧 这个 心意领了 真的 按理说 你看应该是大哥请你们的 是忙过半天了 是吧 你瞎客气 你说我从结婚到现在 一直跟爸妈生活在一起 一直都是我伺候他们 对门住着你们俩 多好啊 不管遇到什么事也有的商量 好好地一家子人就差我 说给你 也就给你 也出来了 说散就散 不说了 不说了 行 那我就 那我就走了 回来你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给我打电话吧 成 我送他们俩 你别干了啊 等我回来跟我收拾 别动啊 别动 谢谢 谢谢 大嫂 我留下来陪你吧 不用 吃饭了 那你好好的 我走了啊 老二 我想跟你说句话 哥 我的事你就甭管了 你还是回去安慰一下她嫂子 大房子住这么多年 小房子该不习惯了 我不是想说你的事 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看着办啊 我想说说咱妈 那个 她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啊 你说我们这一搬出来 我怕她冷不丁的可能不太适应 你尝过去看看她 这个三的媳妇啊 虽然会来事 你说她什么也不会干 顶多给咱妈这煮一咖啡 那能盯什么事啊 妈年纪大了 这个血压也高 心脏不太好 这个有什么事啊 你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你过去看看 好吗 那你慢点开车啊 你大哥跟你说半天 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是问咱俩离婚的事啊 不是 她是担心我妈 大儿子两口子赶走了 二儿子这呢 离了 跟二半个家就散了 可怕我妈受不了 别难过了 我二哥冯雪人都已经离婚了 您这样也没用啊 咱就把心态放平 接受现实 面对现实 咱一切向前看 不行吗 何时你们都知道了 就瞒我一人啊 哎呀 这婚子说离就离了 这么大个事 也不实现跟我打个招呼 我二哥冯雪 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什么事 跟您打招呼 不都是说干就干了吗 咱不跟那一般见识啊 那你怎么也瞒着我呢 我这不是刚知道吗 这不是家里乱哄哄的 那大嫂 还在那儿 就添乱 我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哎呀 离就离了吧 我也管不了了 那你二哥 现在怎么打算 娶那张杀杀啊 啊 他不娶人家能干吗 肚子里边不是怀孩子吗 怀孩子怎么了 他愿意生他就生 他养不了他 抱给了我养 想进这个家呀 没门 妈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对 我跟杨林都怎么看呢 张杀杀 肚子里边怀那孩子 是不是我二哥都不